近日,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英国以中国制定香港各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为借口 单方面宣布暂停与香港各区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 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,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禁止反对 一直以来,香港各区在中央政府的协助和授权下 根据基本法在协定框架下向加方、澳方和英方提供了积极协助 加方、澳方和英方将对港司法合作、政治化的错误行径 严重损害了香港各区同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开展司法合作的基础 偏离了司法合作维护正义和法治的宗旨 为此中方决定 香港各区斩停港加港澳港英移交逃犯协定 同时决定香港各区斩停港加港澳港英刑事和司法 互助协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